Hello,大家好,我是劉Sir 我們這個影片會講Minor Scale 會講怎樣寫Minor Scale音階 又會講一下Relative Major和Minor是什麼 以及你怎樣記住它們 也會講Melodic Minor和Harmonic Minor 你怎樣寫出來 看完這三部份 你就會很快可以隨時寫得出所有Minor Scale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Online Exercise 最後我們會講一下Parallel Major和Minor 這部份其實是不用考的 你不需要認識它 你都可以完成到五級學你的考試 所以你就可以先聽熟前面的段落 你很明白所有概念 你才聽這段 或者你考完五級學理士 你才再回來聽這段 你現在可以不用聽 但是它沒有用 為什麼我又說 因為它在演奏和背音階的時候很有用 雖然現在也不用考級 你不用背音階 但是它有時候會有用 所以你可以學習這件事 什麼是小調音階呢 我們先聽聽小調音階的聲音 它的聲音是 它的聲音是 就叫做G minor scale 例如這樣 這就是G minor scale 如果我由C音開始走 這就是G minor scale 所以逢是 T,Do,E,Mi,Fa,S,O,L的聲音 就叫做M minor scale 這個小調音階 我先寫了它的聲音 它是 我的筆記寫在這裡 你可以跟我一起寫筆記 小調音階的聲音就是這樣 T,Do,E,Mi,Fa,S,O 它有一個特定的全音半音關係 好像大調音階一樣 有它的全音半音關係 你又不用特意記住它 你可以比較一下 之前你看大調音階 應該也有筆記 大調音階的全音半音是這樣的 全全半 全全半 你要找那個半音出來 你看,逢是Mi,Fa,是半音 逢是T,Do,也是半音 你記得這個,Mi,Fa,T,Do也是半音 其他都是全音的 在這裡找回T,Do T,Do,是半音 Mi,Fa,是半音 其他就是全音 所以這個小調音階 全音半音次序就是 全半全全半全全 但是你不用記住 你和我記住頭五個音就可以了 這一部分 頭五 記全半全全 這個一定要記住 後面三個你可以不用記住 你記住這個就是 因為考試的時候 那個題目3.5 我就用這個去找答案 所以如果你用我的方法去做考試題目 那你就記住 小調音階 頭五個音 那,T,Do,A,Mi 那個全音半音次序 是全半全全 記住這個 好,那你最容易在鋼琴彈到的 那個小調音階 就是A minor A小調 我剛才第一條彈的就是A minor 那為什麼最容易彈到 因為你按了所有白色按鈕 就是 就可以了 你由A音開始 經過所有白色按鈕 那就是那些音不會有聲過 那你只要順次序彈這個 A,B,C,D,E,F,G,A 或者反過來 A,G,F,E,D,C,B,A 那就是一個minor scale 那我先寫下它的名字 我們會在這裡寫完所有minor scale 總共有15條 然後呢 我想寫一下 E minor 我想寫E minor 我想寫E minor 那你可以陪我一起寫 那我先寫它的名字 那我先寫完英文字母 因為英文字母一定是順次序的 E,F,G,A,B,C,D,E 我試試彈這個 E,F,G,A,B,C,D,E 那我先寫到鋼琴那邊 你自己試試彈 我不想動這個鏡頭 E,F,G,A,B,A,B,A,B,A 是不是不像NATI,D,A,B,A,B,A 因為它全音半音次序不對 那我們要弄回它 E音就不動了 因為這條小調音當然是E 一定要用E音 E,F是否全音 但我想要有一個全音 那F我要改改 我加一個SHOP給它 那就是全音了 所以我要加一個FSHOP FSHOP G 是半音 OK G,A 全音 A,B 全音 B,C 半音 CD DE 都是全音 我現在重頭彈一次 再次回那個 T到A,M,F,S F,S,E,R,T 所以這條就是E minor scale 完成了 E minor scale 就用了一個聲號 那就升FSHOP 我在這邊做個筆記 一個聲號 升FSHOP 接著我們試試寫另一條 我們寫下B minor 你可能記得我們做過類似的事情 我們做Major scale的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學的 開頭寫我們好像很慢 一會我們示範多一條 就會教你快方法 所以開頭你和我慢慢一起寫一下 我想寫B minor音階 我想寫B minor音階 所以我就順次序寫了 由B開始寫完英文字母 B,C,D,F,G,A,B 我彈一下 B開始 完全不像 因為那些全音半音次序不對 那我們試試弄好它 B音就不能動 這個主角來的 B,C中間我想要全音 但B,C本身是半音 我怎樣做到它變成全音 加一個Sharp給它 加一個Sharp給C 那就是全音 C,D 是半音 D,E 全音適合 E,F E,F是半音 但我想要一個全音在這個位置 那怎麼辦呢 我升高F 加一個Sharp給F 那就變成全音了 F,G 是半音來的 我是想要半音 這個位置 G,A 全音 好,這就是B minor音階 再彈一次給你聽 你聽一下是否像T,L,A,M,E,F,A 這樣就完成了 你用了多少個聲號 用了兩個 升了什麼音 升了F和C 好,先做筆記 繼續 我們試試 今次試試 C 不是,Fshort minor 今次我想寫Fshort minor 我先寫完英文字母 先 F,G A,B C D E F F要先 Fshort minor 因為Fshort minor的主角是Fshort 先加了Fshort 我開始做全音半音 Fshort G 是半音 但我想要全音 Fshort Fshort G Fshort G Fshort A 本身是半音 Fshort A,B Fshort B,C Fshort B,C 半音 但我想要全音 C Fshort C Fshort D 半音 Fshort Fshort 我再彈一次 我再彈一次 那就是像拿鐵刀的A,B,PASO 所以這就是Fshort minor 我用了多少個聲音 用了F F F這裡計一個 大家都說F F,C,G 三個音 Fshort F,C,G 你們看來這裡是不是有些規律 podstaw會跟著F,G,D,A,E,B verein 越来越多声号 是不是有些规律呢? 没错,这个规律跟我们之前做的大调音阶很像 你看,我这里写的每条大调音阶 都好像越来越多声号 而声号的排列次序也是FCGDAEB 这里看来好像有些规矩 这个规矩就是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那什么是relative major and minor呢? 就是这样的 每一个major key 他都有一个跟他很友善的minor key 例如这个C major 他有个朋友就是A minor 他两个很友善的,我们就叫他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C major和A minor是朋友 为什么他们是朋友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你看看这边C,D,E,F,G,A,B,C 这边是A,B,C,D,E,F,G,A 有没有不同的音吗? 有没有的,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你可以记得第一个 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就是 由于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key signature也是一样的 C major和A minor 在key signature那里都会没有升降好的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他们的关系 我们看看另一个 例如这个G major和E minor 他们是relative major和minor的关系来的 你看看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他们大家都是F shop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F shop 所以你如果演奏的时候看那些乐器 例如这个 你看他key signature那里有一个F shop 这首歌就有可能是G major 也有可能是E minor 因为F shop这个key signature一个声号 是由两个key share的用的 就是G major和E minor share了这个key signature 他们两个就是relative major和minor的关系 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对朋友 D major 和B minor 他们也是relative major和minor的关系 你看他们用的音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有声F和C的 大家都是两个声号 那他们就是relative major和minor的关系 如果你看到这首歌 这首歌呢 它没有升降好的 key signature 所以它这个key signature就是C major和A minor share这样用的 这首歌有可能是C major或者A minor 刚才两个声号呢 在这里有两个声号 两个声号升FC这个key signature 你知道它是D major 如果你之前看过的影片 你有看major scale的影片 你知道两个声号是B major 但是你现在要知道 其实那个两个声号的key signature 还有B minor一起用的 它两个share的 D major和D minor 它们是relative major的关系 它们两个share同一个key signature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每一个relative major和minor 它们最重要的关系就是 它们share同一个key signature 既然它们使用的音是一样的 那我怎知道这首歌是major还是minor呢 这个我就会拍另一段影片说 不过现在这里你可以知道的就是 如果都是ABCDEFG这些音 如果我选择C音做主角 C音做一号音 就叫做C major 如果同样是这些音 我选择A音做主角 由A音开始弹 那就是A minor 就是这样 如果在那首歌里 譬如 这首歌没有升过 那现在你知道 这首歌有可能是C major或者A minor 那你怎么分呢 那我们会另外拍一段影片说 就是这样 好了 那我怎样呢 可以很快地记得 他的朋友是哪个 譬如C major的relative minor是哪个 你就知道A minor A minor的朋友是哪个 那你就记得C major 那其他怎样呢 你可以很快地记得 G major的relative minor是哪个呢 或者你可以很快地记得 F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哪个呢 那现在我就教你这个方法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老师都教不同的方法 那我就用我教开的方法 那就是这样的 我选择这个标准朋友 标准拍档 我来做个例子 A minor呢 和C major呢 就是很好朋友了 他们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那他们呢 有个 这个关系呢 就是 他们A音和C音呢 那个音程呢 是minor third 来的 我用这样东西呢 去记朋友的 去找回他们每一个朋友 那你可以记住呢 minor third这个音程呢 你可以这样记住它 就是三个英文字母 和三个半音 三个半音呢 你可以记住呢 其实是四个钢琴锡 这个屏幕 我们要再来 我牵住一下 A和C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我由C音 向左手边数三个英文字母呢 C da 就会数到A字 而且C音弹到A音呢 是会经过四个钢琴锡 的 我選擇鋼琴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由C音 我向左手邊走 按四個按鈕,由C音開始按 按到A音 我就用這個方法去找到 C Major的 Relative Minor是Am C Major和Am就不要找到 要記了,記了這對朋友 然後用他們的關係去找其他的 Relative Major和Am 例如這個 你現在知道G Major的 Relative Minor是E 假設你先不記得 G Major 我現在想找回它的 Relative Minor 那我怎樣找呢 我就要向低音那邊找一個 Minor Third 我們記了 Minor Third 其實就是三個字 沒有四個鋼琴 我試試找 G 向低音那邊數三個英文字 G G F E 我數到E字 你數完這個字母之後 還要按鋼琴 一定要按鋼琴 由G彈到E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我由G彈到 由G音 向低音那邊 按四個鋼琴 剛好就降落E音了 所以我就找到 G Major的 Relative Minor Relative Minor朋友 就是E Minor 我們試試這個 你現在就知道 B Minor和D Major 是Relative Major Major 他們是朋友 假設你不記得 假設你不記得了 B Minor的朋友是誰 不記得了 你要找 怎樣找呢 那就數三個字母 今次M Minor 找Major 向高音那邊數 B C D 我先寫D 接著要按鋼琴 由B音開始 向高音那邊彈四個鋼琴 D 所以就是D Major 我就找得回 B Minor的朋友是D Major 你記得一定要數英文字 同時要彈四個鋼琴 一定要做齊兩樣東西 為甚麼呢 我現在做一個示範給你看 A Major的Relative Minor是誰 Major找Major 我向低音數 先數三個字 A G F 我數到F 那是不是F Minor呢 不是的 你看看 如果我彈四個鋼琴 由鋼琴開始 A音 按四個鋼琴 咦 不是F音 是這個黑色鋼琴 那怎樣呢 我用這個F字去形容我正在按那個鋼琴 這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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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寫C-Shockminer 那我就寫了,怎樣寫呢? 我就寫字母 那我就寫英文字母 順次再寫英文字母 CDEFGABC C-Shockminer 那我一定要C-Shock開始 那我不知道 或者我不記得C-Shockminer有什麼升降 那怎麼辦呢? 我就找回它的relative major 找回C-Shockminer的relative major 你懂不懂得找? 好像現在這樣 C-Shockminer 我想找回它的朋友 怎樣找呢? 向高音數三個英文字 C-D-E C-D-E 跟E字有關的 然後按鋼琴四下 由C-Shock開始 按四下的按鈴 剛剛就降落在E音 然後我們確認它 朋友是E major 那為什麼我要找它的relative major 因為C-Shockminer 跟E major用一樣升降好的嘛 只要我記得E major有什麼升降好 填回到這裡 那我C-Shockminer就對了 那你記不記得E major有什麼升降好? 你記不記得用什麼口缺? 我們用Go down and eat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Go down and eat 那是四個字 所以E major有四個聲號 四個聲號升F-C-G-D C-Shockminer都升F-C-G-D 那我就過來這邊 先寫一下 應該要是四個聲號 四個聲號升F-C-G-D 如果你不知道為什麼是F-C-G-D 你看回Major Key那一堂 那你就會認識的 要升F-C-G-D 那我填回F-C-G-D F-C-G-D 那我這條就是C-Shockminer 那你去鋼琴那裡按一下 你試試順著這裡的音去彈 彈完之後你聽一下是不是 拿鐵魯米法蘇 如果是就對了 然後我們想寫一下 這個 G-Shockminer 萬一你突然想寫G-Shockminer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先寫完英文字母 順次序寫了英文字母 G-A-B-C-D-E-F-G 那要G-Shock 記得先加G-Shock 起碼都加了G-Shock 好 那我不記得G-Shockminer有什麼聲鋼好 那我就會找回它的relative major 因為我記得所有major有什麼聲鋼好 好 現在G-Shock Miner 我找回它的major朋友 那我數三個英文字 G-A-B 跟B字有關 然後彈鋼琴 G-Shock 開始 按四個按鈕 B字 這樣就對了 D尾了 那你考試的時候 你不可以帶鋼琴進去考試 那你要怎樣呢 你就要自己畫鍵盤 你記不記得畫鍵盤 我應該第一課還是第二課是教鍵盤的 那你自己去畫鍵盤 例如我剛才做了一題 G-Shock 我想找B 那我就按住G-Shock 按住它 然後向高音那邊按四下 那這個是B 那我就找到 G-Shockminer的major朋友 Bmajor 那你為什麼我要找Bmajor出來 你記不記得 因為我想知道G-Shockminer 有什麼聲降號 Bmajor的聲降號 跟G-Shockminer應該一樣的 Bmajor就五個聲號 寫在這裡 G-Shockminer就會跟Bmajor一樣五個聲號 manifests定於是 G-Shockminer C Cash F C G-Shockminer 去Pmajor 你會猜到我想寫FshortMajor的RelativeMinor 那你懂不懂找FshortMajor的RelativeMinor呢? 都找到的,用一種方法 今次是Major找Major 我突然想入Major找Major Major找Major如何找? 向低音那邊,數三個英文字 Fed,D字 然後記得按鋼琴 今次不如用這個 用我畫出來的鍵盤 由Fshort開始 向低音那邊刮四個音 不是D 但我可以用D字去形容我按鋼琴 叫它做Dshort Dshort 那我就找到FshortMajor的RelativeMinor朋友 就是DshortMinor 所以我現在這裏呢 其實我是想寫DshortMinor 音階的 那我現在這裏 金糖我就降得慢些 還有我不是很想剪接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降得太慢 你就開兩倍速聽也可以 我不會介意 DshortMinor有六個聲號 跟FshortMajor一樣 六個聲號升什麼? Fshort Scrvere 找上了什麼 Vishort DshortMinorvet AE 還有D 這條你順著彈就會是minus scale D shortminus scale 有很多聲號 我現在有多少條minus scale 有7條,還有6條 有6條是用鋼好的 你猜不猜我想写一个降好的minor是什么minor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 一个降好是什么major 一个降好的major key你应该要记得 Fatboy eat all day 的Fat Fmajor一个降好的 同样用一个降好的是什么minor 都是这样找的 major1minor 向低音数 数三个英文字 F E D 跟D字有关的 然后按下降琴键 先确认一下 F 向低音读四个键 读一句F 就是D 对了 Fmajor RELATIVE MINOR 就是D minor 所以D minor和Fmajor一样key signature 它们一样都是降一个音的 一样都是降哪个音呢 记得降好怎样数呢 降好降一个音是降B 那这个BEADGCF就是降好的次序 就是这个FCGDAEB升好次序的调转数 就是这个BEAD 那你应该 看Major那一堂的时候 应该记得到这个 那我们一起慢慢完成这个 表 我现在想写D minor 写了英文字母 我先试一下 那我刚才已经找到了 它和Fmajor一样 一个降好降Bb 我找B出来降了它 那我这条就是D minor 好继续 好 我一次过很快地写下 我要找什么Major 因为我已经很熟 我找得很快的 那个RELATIVE MAJORMajor 其实我也是用那个方法 很快在路上想的 有些就会见得多 然后记住了 例如E major E flat major C minor 我已经记住在路上 那我就说很快找到 那你不记得 你就用回刚才那些方法 慢慢找吧 这个是B flat minor E flat minor 就是这样 那有多少个降号呢 那你 应该猜到那个 Platon的 就会越来越多降好的 那会降什么 就会好像这个 和这个Platon一样 两个降好降B E 三个降好降B E A 四个降好降B E A 四个降好降B E A D 如此类推 不如我们用快方法 一次个写完 两个降好G minor 先写完英文字 不如我们用快方法 一次个写完 两个降好G minor 写完英文字 先写完英文字 我找G minor的朋友 G minor 我想找他的relative major minor找Major向右手边 数三下英文字 G A B 咦? 和B字有关 然后写四个降琴键 由G开始向高音那边写 咦? 不是B 但是这个键 我们可以用B字形容 就是Bb 那我就找到G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Bb major 找他出来有什么用 就是Bb major 两个降好 降B E 所以我们找到G minor 其实也是降B E的 那我走到这里 找了B E出来降了 那我就完成G minor 继续吧 C minor 那我由C开始 咦? C接着到什么? 还写错东西 C接着是D C D E F G A B C D E C C minor 你自己试找他的relative major 我就不找给你看 你自己试找吧 C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E flat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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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降多少个音 E flat Flat 就是用Fat boy e Fat boy e 3个降好 B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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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写完了 那你应该会越写越快 我现在想写F minor 那我先写了一些英文字幕 F minor有什么声音 我找回他的relative major F G A 跟他A字有关 接着呢 由F开始按四个按针 A flat 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Fat boy e all 我用D E A D出来降了 我又完成F minor B flat minor B flat minor B flat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哪个 Miner 向高音数 B C D 应该跟D字有关 接着按钢琴 向高音那边弹 要用D字形容 D flat D flat 他的relative major 是D flat D flat Flat boy e all day 降五个音 五个音 降什么 B E A D G B flat minor 最后一条 E flat minor E flat minor E flat 先用Miner 向高音数 E F G 和G字有关 然后按钢琴 爪 由E flat 开始按 G flat 这个按钢琴 可以用G flat 去叫他 跟G flat major 一样 G flat major 是降五六个音 B E A D G C B E A 不就降了 B E A B E A 差一个F不用降 好了 那你就写完所有minor scale 但是呢 这些minor scale 其实叫做natural minor scale 是自然小调音阶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自然 没有加任何东西 minor scale 就会有两种变种 变了之后 就不自然了 不自然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下 那些minor scale的变种了 这些15条minor scale 都可以再变种 好了 那我们重温一下这一段 学了的东西先 就是呢 这些minor scale 你不用每条同学记住它 但是你要记得 怎样找到它们出来 你要记得如何在考试的时候 可以很快地写到 那你真的要记得 其实是 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key signature key signature 你也要找到 它那个major key 每一个key signature 对应着哪个major key 那怎样记得呢 就是我们第二 不记得第几堂了 就是 如果是升好的那些 你就要记得 高单那个口缺 高单 and eat breakfast 口缺 如果是降好的那些 你就用fat boy eat all day 口缺 fat boy口缺 你要记得每个key signature 就是升降多少个音 它对应着哪一个major key 然后你再记得major key 如何找到它的relative minor key 你就用另一个方法 就是三个英文字 三个字母 和四个钢琴 你真的是要记得的就是这些了 如果你看到四个声号的key signature 它有什么minor key 四个声号 Go down and eat,就是E major E major,我用这个方法就会找到它的relative minor,C short minor 所以我就记得C short minor,就会找到 四个声号,我就会记得它是C short minor 例如调转的,可能我现在F minor 我想记下它是哪个key signature F minor有多少个声降 那我找回它的major key F minor的major key是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Fat boy eat all 就四个降号 那我就记得F minor是四个降号 写点吧,譬如刚刚第一个例子是什么 忘记第一个例子是什么 我看到四个声号 好 我想知道是什么minor key 那我就 首先经过这里 四个声号就是E major Go down and eat 四个声号就是E major E major 我又找回它的relative minor 你应该会找的,我不试试 那我就记得四个声号 哦,C short minor 会用的 那譬如调转的 可能 我现在突然想知道F minor 有多少个声降号 有多少个声降号 它的key signature是什么 那我就走回这条路了 F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A flat major AE flat major Fat boy It all 四个字 那我就找到F minor 是四个降号 那你真的要记得的 其实是这三样东西的关系 而你就不用特意背好这个 不用那么恐怖 就是这样 你真的要记得这个图 接着我们要讲 minor scale的变种 有两种 一种叫melodic minor 一种叫harmonic minor 的scale harmonic minor scale 它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现在会说的 首先就是 natural minor 刚才我们写的 全部都是natural minor 差点 不会串 好 natural minor 先选择 就是 就是 刚刚学了 La T Do Re Mi Fa So La 我给它一个数字 1 2 3 4 5 6 7 再调回来 La So Fa Mi Re Do T 那 是 1 7 6 5 4 3 先给它一个数字 暂时 好 最自然的就是Ned 4 minor 就是La T 它会怎么变呢? 就是这样的 头五个音是一样的 不变着 La T Do Re Mi 第二 变的地方 就是 Melodic minor Asanding 就是在向上弹彈的时候 La T Do Re Mi 是向上弹的 到第六个音 就会升高 它 第七个音 也会升高 你可以说是sharp 它先 或者你想它是升高 就是第六号、七号音 去到化骚的时候会升高 回来 又不升高 你可以说它是还原 还原去哪里呢? 还原和Ned 一样 还原和Ned 我彈一下给你听的分别 没有了 我先说这个harmonic 接着先移动 harmonic minor 就是另一个变种 它怎么变的呢? 它就 La T Do Re Mi 都是一样的 去到化音 都一样的 去到So 就升高 去到七号音 就会升高 今次harmonic minor Desending 向下 一样都要升高 向上和向下 一样 一样升高七号音 七号音是哪个呢? 你就不要想着 La So far Mi Do T 是否三号音 不是 现在我们数字是由低音数上去的 所以你记得7号音 如果向下 的时候 那7号音是第二格 你不要找到那格 La So far Mi Mi Do T La So Mi Do T La So 那我弓弦弦弦弦一次 我用Am做例子 Am是这样的 Am 這個叫Natural Minor 如果是Melodic Minor的低音是這樣的 去到第六、七號音我就會升高半度 本來是F,現在變成這個 本來是G,現在變成這個 就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Am scale的Melodic 向上,Ascending 如果Descending 都是Melodic Minor 就不升高 彈回Natural Minor就可以了 即是向上向下是不同的 彈一次吧 Am Natural Minor是這樣的 如果是Melodic Minor要是這樣的 Melodic Minor就是上落是不同的 Harmotic Minor就是上落是一樣的 只是升高七號音而已 這個就叫做Harmotic Minor 我舉個例子 譬如C Minor 我由C音開始 我先彈了Natural Minor CNatural Minor 如果C Melodic Minor 向上的時候我要改六號、七號音 是A弦的 反過來就還原和Natural Minor 一般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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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C Harmonic Minor 就要升高七號音 六號音 六號音 是A弦的 六號音 7號音 A、B、C、D、E、F、G、A、A、G、F、E、D、C、B、A 這條是A弦的 A弦的 A弦的Natural 就是什麼都沒有加的 自然小調 寫完之後什麼都沒有加 無添加 好,然後我想寫 A弦的 Melodic Melodic音階 就是頭五個音 一樣 向上的時候 升高六號音 升高七號音 由F音升高 變成F-Shop G音升高 變成G-Shop 你可以去鋼琴彈一下 A minor Melodic A ascending 向上的 我剛才彈過的 你自己也要試試彈 那向下 Descending Melodic音階 Descending 就是還原六號七號音 什麼意思呢 要弄清楚 剛才就升高了六號七號音 向下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還原 還原什麼意思呢 就是還原跟Natural minor一樣 所以 A minor Melodic 向下 就跟剛才的Natural minor 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是還原六七號音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這麼強調呢 因為有時候會搞錯的 我一會兒給一個容易搞錯的例子 然後我們寫一下A minor A minor音階 我們先照抄 寫了一條Natural 這條叫Natural A minor Hermonic Hermonic音階 向上的時候會升高七號音 升高七號音 向下的時候也會升高七號音 就是這個 那這條就是A harmonic 那你們跟A natural minor 做一下比較 比較一下他們三個的分別 好 然後我試一下寫這個 C minor C natural minor 那你記不記得怎麼寫 你可以很快地寫了一些英文字母 然後我試一下C minor有什麼音要升降 C natural minor 即是找它的 relative major 你記不記得嗎 如果我要找C minor 我又不是一時想起它有什麼升降音 如果我也記得當然更好 不記得怎麼寫的 也要懂得運 C minor 我就用這個方法找它的 relative major 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然後E flat major有什麼聲降好 Fatboard E 三個降好 三個降好是什麼 降B E A 所以我就知道C minor 本身降B E A 先降 這條就是C 如果我要寫C minor 那怎麼辦呢 那這裡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先寫前面五個音 好 Menodic音階呢 六號音要升高 半音 本身natural 音階呢 是A flat 來的六號音 那我要升高它 升高的A flat 就會變成A音 就是A音 本身它用B flat的七號音 那我要升高的B flat 就是B音 那這個就是C minor 那要搞清楚的就是 我前面呢 要升高六號七號音 意思不是 就這樣六號七號音 加一個聲號給它 你不要寫A sharp B sharp 升高的意思呢 就是將natural minor的音 升高 原本是A flat的 那你就要變成A就行了 你不要變成A sharp 那你可以就這樣寫A音 或者加一個natural 在這裡 你不加也可以的 應該要是A B C 那就是C minor Menodic 向上 那向下怎麼辦呢 C B A G F E D C 那原本的natural minor 就是這樣 原本的natural minor 就是這樣 C minor Menodic 向下 有時候我們會說 還原六號七號音 還原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把剛才向上的兩個 改了的音 還原回到natural minor的音 那natural minor 用A flat B flat的 所以還原之後是降的 所以這個要弄清楚 所以這個要弄清楚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說 但是會弄完了 即是C minor Menodic 我們說升高六七音 但你不要當是加一個short 升高的意思是 將原本natural minor的音 升半到 原本如果用到flat的音 你變成Letro 就行了 向下的melodic minor 我要還原六七音 還原的意思就是 還原回到 變回到 natural minor的音 原本是A flat B flat的 所以現在這裡也是A flat B flat 就是這樣 這條就是C minor 那我可以寫上C minor 那我可以寫上C minor harmonic C minor 那要升高七號音 就是這樣 升高七號音 就是將B flat 升高 升高之後 變成B 就是這樣 那如果 反過來 的 harmonic音界 就是第七號音 都要升高 升高七號音 不就變成B B flat變成B 那六號音 要跟那些一樣 那現在這條就是C minor harmonic 我這裡加個natural 給你 好 你比較一下C minor natural mionic 和harmonic 之間的關係 最後想試一個例子 試一下G short minor 選擇一些複雜些 G short minor G short minor 我們寫了natural 先吧 G short minor 寫了英文字 G short minor的 relative major B major B major 升五個音 升F,C,G,D,A 很多 F C,G,D,A F,C,G,D,A F,C,G,D,A 這條G short minor Natural 如果Modic應該要是怎樣呢 去到第六七音要升高 我記得我為何要選擇這個做例子 剛才也升不起 好 前面五個音一樣 六號音要升高 六號音原本是E音 我要升高六號音 就變成E shop 七號音原本是F shop 我要再升高 F shop 再升高 就變成F double shop 這條就是G short minor melodic 會用到Double shop這個音 回頭 你應該要記得 回頭就是跟Natural minor一樣 跟Natural minor一樣就可以了 好 最後 如果Harmonic 填完原本的聲號 先 Natural minor本身要升這些音 Harmonic minor音當然要升高七號音 7號音F shop 升高它要變成F double shop 這條就是D short minor harmonic向上 向下 就是跟向上一樣 都是要F double shop 好 好 好像很複雜 那你去鋼琴彈一下 每條都彈一下 然後比較一下 那個變了一種的 minor音階 就是跟本身Natural的Natural minor音階 的分別 比較一下 好 就是這樣了 你要學懂的小吊音階 你要學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然後我們會做這個網上練習了 好了 我們現在會做網上練習了 我們第一個會是Key Signature Identification 那我就會在那個連結 那我就會在那個連結 那裏就會放了這個連結 你一按下去就做得了 你選擇網頁版就不用錢 那如果是我這個Tanuto的APP版 才需要錢 那你就選擇網頁版 那裏面也有些設定可以做的 那我就會幫你設定好了 所以現在呢 這裏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它呢有個Key Signature 然後它問你這個是什麼miner 6個聲號這個是什麼miner 那你就應該認識的了 我們用個鍵盤吧 6個聲號 是什麼miner key 我找回它的major key 6個聲號是什麼major key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 F-short major F-short major 給我一支筆 F-short major F-short major F-short major 我想找回它的relative minor 那我先數了英文字 major找 minor 向低音數 F-E-D 然後我會鋼琴到刷四個鍵 F-short major 開始刷 1 1 1 2 3 4 這個鍵 用D字形容這個鍵 就是D-short minor F-short major 6個聲號是D-short minor 6個聲號的miner就是D-short minor 那我選擇D-short 正確 好 好,繼續 5個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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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D-short major Go down and eat bread B major B major RELATIVE minor是哪個呢 數三個英文字 B-A-G 然後去鋼琴到刷四個鍵 B開始刷 1 2 3 4 這個鍵 用G字形容它 G-short G-short minor 我去那裡選擇G-short minor 沒有聲降好 那你最好記住 沒有聲降好的鍵就是A minor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去練習一下自己越穩越快 或者有些廠商人常見的 你開始可以記得 4個聲號就是C-short minor 對不對 不是 先想清楚 E major 4個聲號 Go down and eat E major E C-short minor C-short minor 對 又是沒有聲降好的 A minor 5個聲號 剛剛不是做過嗎 G-short minor 那你開始看到重複 你就會猜到 3個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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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降好的是甚麼major key Fat boy eat E flat major 找回它的relative minor major找M minor向低音數三個字 E B C 到鋼琴弄四個按鈕 E flat 1,2,3,4 C minor 3個降好的是Cm 就是個行為 又是5個聲號 記得吧 剛剛做第三次這個 4個降好的 A flat major F minor 1個降好的 F major D minor 我再給一個練習,就是 加上major和m一起練習 你要看,一個聲號是g major,em 兩個聲號,我問你什麼major 兩個聲號就是g major,d major 三個聲號,e flat major,c minor 就是這樣,練習一下自己穩快一點 這是第一個網上練習 接下來我們會做這個 skill construction 下面有個minor scale的名字 叫你加上升降號,令到它變成對 但是這個練習有個問題 它只有向上,沒有向下 所以你不能練習到向下 但是我會打開那個nextro minor 就是有三條音階,你都要懂得做 好了,應該已經設定了 它說現在要A melodic minor A minor本身就跟C major一樣,沒有聲降號 所以現在這個已經是A minor 所以我會把第六、第七個音 由現在沒有聲降號 F音變成F shot G音變成G shot Submit 搞定了 它現在要C harmonic minor 那我怎樣做到它是C harmonic minor 我先找到C minor Natural minor應該是怎樣 C minor 這裡有 C minor剛剛做過 C minor你找回它的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E flat major就是三個降號 三個降號就降到B E A 我先降到B E A 好,還未能教功課 C harmonic minor 我要改變一下 要變種 H harmonic就升七號音 現在七號音是B flat 升高它就即是變成B natural 不要過B 這樣就能教功課 繼續吧,B natural minor 那你呢 記不記得B minor有什麼聲降號 不記得,不要緊的 我先拆監點才讀 B minor 我忘記有什麼聲降號 不要緊的 你找回一個relative major minor找 major 低音向高音那邊找 B C 應該是D字 然後按四個按鈕 由B開始 沒有 B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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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四個按鈕 1,2,3,4 D 就是D D major D major D major有多少個聲號 高,低,低 兩個聲號 所以B minor就兩個聲號 兩個聲號 F,C B 他說要Natural minor 所以這個已經是Natural minor 不用變種 交功課 B harmonic minor 我們剛剛就做過B minor B minor 先升F,C 這個B natural B natural minor H harmonic minor 用7號音升高 然後再加上A chord 再加上A chord 再加上A chord 教功課 F chord H harmonic minor 那你自己找一下那個relative major F chord minor relative major A major A major 就升高單 N三個音 升F,C,G F,C,G 就升完了 這個就是F chord Natural minor H harmonic minor 升高7號音 將E升高 交功課 我們一起做多10題 現在8題 我們做到18題 B B 又是B 設定是否有問題 先看看 不是喔 開光了 喔,開不光了 D minor 那麼 D minor Relative major 是F major F major 一個格很弱 B flat Natal minor 完成了 不用變種 F sharp minor 不要管 H harmonic 先做F sharp minor F-short minor 跟A major 一樣升三個音 升F-C-G F-C-G Harmonic minor 升高七號音 G-short minor G-short minor 的 relative major 是 B major B major 升五個聲號 F-C-G-D-A F-C-G-D-A Natural minor 不用變種 B melodic minor B minor relative major 是 D major 升兩個音升F-C 這個是B natural minor 我要琴音 琴音ica 6號 音 7號聲高 因為要下降進 要升高6號 7號 它有聲響給你聽 所以你也要聽一下 G short minor relative major 是 B major B major 有五個會名 F-C-G-D-A 這個有點難 我們已經完成了G-Sharp的Natural Minor 現在它要Melodic Minor 我要升高六號音 六號音由E音升高要變Sharp 七號音由Fsharp升高要變FdoubleSharp Fsharpm剛才是否做過了 升Fcg Fcg升高了 這個是Natural Minor Melodic Minor升高六號音 D升到Dsharp E升到Dsharp 最後四題 C Melodic Minor 我們先做了Cm Cm的Relative Major是Eb Major Eb Major降三個音是B,E,A 那我就降了B,E,A 現在要Melodic 即是升高六號七號音 六號音由Ab 升高它變成Natural 七號音由Bb 升高它變成Natural 這就是C Melodic Minor Fm 最後三題了 Fsharp剛才不是做過了 我都記得了 是嗎 Melodic SINGLE 7號 6號 F好像未做過了 有沒有 好像已經做過了 整天都重複的 沒有 Fm沒有做過 Fm的Relative Major是 Ab Ab Major降四個降好 B,E,A,D Ab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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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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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 Fm Am Fm 教功课 好了,就这样吧,你就做多一些网上练习 如果网上练习,你可以做得适合就正是证明你 已经熟悉了这个题目了 接着我们会讲一下Pallelio Major and Minor 平衡的大小调音阶 如果你前面未明白了,你就不要听这里 总之前面做练习之前的知识,你明白了 你就再听这里,或者你将来考完5级学历 你再回来听这个 其实我们演奏的时候,就会想这个多过 想relative major and minor 现在讲一下其实是什么 这就是pallelio的意思 就是你将那些minor scale 和同一个音开始的major scale 去比较 就不要和那个relative minor 去比较 即是怎样呢 如果我现在用C major做一个例子 我先写了C major的音阶 那我就不找A minor和C major比较 我找C minor和C major比较 就是三个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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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 三六七音阶 会比起major那边降低了 但是有些音是一样的 很多音都一样的 一二音 四五音 都是一样的 只有三号六六七音阶 会比较不同的 那我们又可以和 这个是natural minor 你可以和这个 melodic minor比较 那如果我写C melodic minor音阶 在这里 C melodic minor是怎样的 就降了这个E flat 但是六号抽号音 本身是A flat B flat 我升高它 升高就变成AB 那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和major音阶 是超似的 就只有一个音阶 不同的 只有三号音阶 降了 如果你比较一下C major 音阶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 和C melodic 音阶 一二三 flat 四五六七一 是不是只有一个音阶 你可以 你记住这件事 你很快可以弹出 C minor melodic 或者你可以在任何一条 major音阶 你想弹出同一个音 开始的 melodic音阶 就会很简单 其实你动一个音 可以了 降低三号音 就完成了 演奏的时候就快很多了 或者背音阶 就会方便很多 一会儿示范给你看 我们先做完 harmonic音阶 比较 这些字越写越糊塗 不要紧了 C harmonic音阶 是怎样的 就会降低了 E弹 A弹也降了 但B弹也不降了 B弹就升高了 变成B 那我们又拿它和C major 比较呢 就是有两个音不同 六号七号音不同 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 C major 我们 比较1 2 3 4 5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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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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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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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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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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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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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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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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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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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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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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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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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这两个 这样就会比你想想 现在我想弹Bm 我就要想它是relative major D major D major就是F C 这样想 就是另一个方法想 有时会比较快 如果你想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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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低3號音就可以了 回頭後就要降低7號音 這就是relative parallel major and minor 的用法 例如以前我們考琴和樂器要背音階 如果你考降琴和小提琴 背音階也不太多 其實只有五六條 但那些管樂器要背十五條音階 每個音的十五條形 每一個音開始的音階 的major, minor, melodic,harmonic, arpeggios 都要記好 他們就要適合這個音階 例如我想練習由F音開始的音階 我先記了F major 然後我記F minor F minor, melodic 回頭後就降低 F minor,harmonic 和major一樣音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F minor,harmonic 降低3號 還有6號 就是這樣 Ll major minor就會這樣用 或者是記憶F minor的聲音 和major比較 就會對你有幫助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拜拜